大家好,我是吉安尤霞 现在在伊朗的首都德黑狼 然后现在在汽车站 因为飞机南行的都已经停了 然后去亚美尼亚 坐大巴车去是没问题的 到时候跟大家说一说 怎样从伊朗快速的离开 大家好,我已经到了亚美尼亚首都艾利温了 因为伊朗和以色列 所以关系有点紧张 担心小雨报复 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已经撤离了伊朗了 只是少部分人还留守在那里 看看设备、看看公司、看工厂 大部分的中国人就在昨天前天 基本上都已经撤了 要么就是撤到迪拜 要么就撤亚美尼亚 要么在之前的航班是回国了 从10号到29号 这之间的所有航班 中国南行航班全部取消了 全部取消了 就是到29号的 不管是客运的还是货运的 全部取消了 基本上都撤得差不多了 很少人在伊朗 怎么说呢 关于他们现在这种状态 我自己的判断是 可能他们会一些小范围的 那种报复吧 比方说一些军事设施 或者是核设施 或者是一些雷达 这些目标 不会发生那种大规模的战争 也不会波及到太多的平米 我认为不会波及到 因为毕竟伊朗是一个大规模 这个就不跟大家聊了 那我现在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如果现在你想要从伊朗 测出来有哪些路线 原来的话是有海路空 三个方向都能测 但是现在飞机全部停了 所以说飞机是飞不了了 那只有陆路和海路了 哎 好长的 陆路从北方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 从哪地方可以测 北面第一个就是阿萨拜疆 阿萨拜疆和亚美尼亚 属于战争状态 所以说它陆路是封闭的 从伊朗去阿萨拜疆是去不了的 从陆路去不了 那就剩下亚美尼亚了 可以从德黑兰坐大巴车 直接到就是亚美尼亚的首都 在旁边的话就是土耳其 也是从德黑兰的首都 在那个自由塔 旁边有一个车站 叫做澳洲地 乘这个车站 可以坐车去土耳其 然后再乘伊朗首都德黑兰 去那个伊拉克 陆路走也是可以的 这些陆路口岸都是开的 再乘伊拉克下面的话 就是科威特 科威特的话 可以坐船运过去 和陆路过去 都可以过去的 科威特但是不在德黑兰坐 在靠近伊拉克边境的 这边有个城市叫阿瓦斯 这边可以坐大巴车 可以去科威特的 海上也可以去的 海上的话是成布色 然后剩下的就是靠东面的 东面的就是阿富汗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口岸是分闭的 走不了 然后阿富汗 拉斯特 也就是伊朗这边的马斯哈德 这边陆路口岸是开的 可以称陆路口岸可以过去 没有大巴车 到阿富汗没有大巴车 你必须自己 坐 Snap 也就是出租车 到了边境 然后 自己过边境 在那边再找车 或者是在马斯哈德这边 包一个车子 可以去阿富汗那边的拉斯特 再剩下的就是上面的图公班斯坦 图公班斯坦是货用是开的 陆运 人员口岸 我不确定有没有开 但是它的陆运是开的 这些陆路 那就是海上 海上的话 北面离海 叫安扎里 这个地方呢 去巴桶有一个航线 去哈萨克斯坦的阿克套 有一条航线 有两条航线 在波斯湾这边的布设 有科威特一条航线 有巴林一条航线 两条航线 然后就是阿巴斯 阿巴斯的话去沙特 阿里头就是叫沙加 也就在迪拜的旁边 有个叫沙加的地方 一星期好像有一班还是两班 现在飞机已经全部停了 遇到有什么事 中国领事馆 在德特兰有一个 在阿巴斯有一个 到时候问一问 就可以去跟他们咨询一下 然后在德特兰这个地区的这块的 都已经登记过了 登记过的有些是册的 有些还没有册的 都已经登记过了 阿巴斯那边我不知道 所以怎么说呢 大家在伊朗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能测的就暂时先测一测吧 或者是想要去伊朗考察的朋友们 你们也暂时先等一等吧 这个时间段去伊朗是非常不合适的 避免麻烦吗 因为伊朗它本身就很紧张 你外国人的话 在那边的话有很多事情 本来是小事 可能会演变成比较严重的事情 所以说劝大家最近不要去伊朗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为什么现在飞机停掉了呢 就在前几年 伊朗和以色列发生了相互斗情况 结果伊朗紧张了 他把自己的民航给打下来了 是成德克兰飞乌克兰的这张航班 结果伊朗他们自己给他打下来了 所以说他们的紧张程度 大家可想而知吧 他们专业不专业 我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那次紧张结果 把自己的航班打下来了 所以劝大家最近不要去伊朗 好了 我现在在亚美尼亚 我在这边待一段时间 到时候看看伊朗那边局势是怎么样 在选择时间 什么时候去再回去 那好吧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